大家好,欢迎收听职业诊所,我是Lara 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讨论履地面试技巧 分享职场人际难题 还有各种职缺和产业的解析 以及优秀的工作人物专访 希望可以陪你度过职业倦怠的苦闷 走过准职焦虑的彷徨 让我们一起闪闪发光吧 那如果换成站在上班族的这一段 你觉得我们职场工作者在面临未来 可能是远距工作或虚拟团队 他会面临到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以我来说啦 像那时候疫情的时候远距在家 我觉得一开始最难熬的就是 我分不清工作跟生活的那个分野 为什么,你不是用时间分吗 很难,因为 跟你会去做一些私事 对,例如说你可能要去准备弄午餐 那你就是还是得要去弄午餐嘛 然后再来就是妈妈会突然来敲门 因为我还是跟家人住 妈妈会突然来敲门说 诶,你在干嘛 上班啊 对不起,我忘记了 在把门关系 我后来直接在访门贴 我在会议,我在上班 有效啊 这样最有效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很难拿捏 然后再来就是说 例如说正常经济到下班时间 你可能就会感受到同事 陆陆续续的走了 可是我自己有时候 因为窝在房间门又关起来 我妈又不敢来吵 我耳机带上 啪啪啪啪 哈,八点了 忘记下班 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对我来说 那个是我很难掌控的 对耶,我发现蛮多上班族 包含我自己也有感觉到 在家工作 不知不觉工时其实比在公司工作长耶 对啊 你也会这样子 会啊,会啊,会啊 那怎么办 就是一开始一定要跌的跤啊 你跌多了,你就 要先痛一下 对,你要先痛啊 就是我一开始 我们变成公司的社畜 然后出去变野放的社畜 服务时候可以变成 有钱有爱有意义的人 对 工作者 对 对啊 好可怜的 为什么会这样 嗯,我觉得就是一种 从未有过的自由 你今天把一只 宠物 放出去 因为我们说宠物 我们说宠物 对啊,宠物野放 它没有生存能力啊 它也不知道怎么猎物啊 它一堆事情都是人家交办好 几点到几点做什么 几点到几点是吃饭时间 对啊 所以今天如果说没有这个框架 你反而就是太自由 你反而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等于说 简单来说就是选择太多 那为什么是工时变长 而不是工时变少呢 就是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 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经常会高估了自己 做这件事情所需要的时间 我这件事情大概 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吧 结果做了十个小时 对对对 我常常高估 我觉得这是人性耶 一般来说就是 很容易就一个高估啊 过度自信对不对 对啊 你就这么直接的剖析了 我是因为我都没有填充时间啊 啊,OK 对,我多少就多少啊 然后做不完 就跟肉依这一次回来一样 塞很迈 塞很迈 可是她已经很学会知道 自己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对 我之前很疯 就是在最一开始 做远距工作的时候 我都是 你知道在家里 如果说早上没会议 早上有会议 你会八点起床 嗯 但是如果没会 我会睡到十点 十一点 嗯 然后 吃个早餐 吃个早午餐 我也不知道 其实大概两三点 才开始工作 嗯 那工作就差不多到 晚上十点吧 也是八小时啊 对 然后再来的话 你好像又摸了一下 嗯 所以你可能又一两点 才入睡这样子 嗯 所以一直经过这样的循环 我就觉得 嗯 我 这没有比较好耶 就是我自己在家工作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梦幻 对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真的很free吗 嗯 我是蛮喜欢的啦 但是我也曾经经过这个 有点崩坏的一段 所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哦 包含我是真的有去算说 我做一件事情 大概要多少时间 然后我有一个表会记录下来 例如说什么 写个文章大概三小时 嗯 录一集podcast 可能一个半 减一集大概两小时 对 就是我真的知道 我有这个资料库 我有这个database 所以我今天要排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大概知道 我只能排几件事 今天大概就做完了 就满了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概念 你会以为 大概就这样子排一排 可是其实是会超时的 可是你在预估公时的时候 你是会用 真的都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你没有放空 就是一直不停的 做做做的那种预估时间 可是人是会有 需要break的时候啊 对啊 或是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那么的全神贯注 因为人的专注力 大概十五分钟 就会放空一次 十五分钟会放空一次嘛 你是怎么抓 到底这件事情 要花多久的呢 我其实会倾向于全神贯注耶 真的哦 对啊 那你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吗 做一件事情 做完到告一个段落会休息啊 所以你在安排 今天可以做几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连休息的时间 也预估上去吗 对 所以其实我是有试过 什么番茄工作法 番茄中嘛 番茄中 二十五分钟的那件事 对 做工作二十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但是我不太喜欢 被切断的感觉 我也是 对啊 每次番茄中炒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要打断我 对啊 就已经进去那个货了 对 心流都已经在那边流了 对啊 所以我通常 我的那个感觉都是 做完这件事 所以 做完这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 要做完四个小时 实在是非常的长 我会写 做到一个段落 所以我会用段落分 哦 把它切断就对 切碎一点 呃 步骤化 或是流程化 我今天可能这件事情 我只能够做到 某一个流程 第一part 对 把它很明确的定义上来 对 我觉得明确的定义 好像是也很需要的 不然我们在排 自己schedule的时候啊 有时候把一件事情 写得太大 然后觉得这件事情 你做了五天 都还做不完 对啊 这是太大的专案 对 可是其实这五天 你已经做了 很多不同的进度了 对啊 好像是哦 嗯 所以其实 工作者面临 这样子的一个 呃 远居工作 或是自我工作 规划管理 当没有人 来管你的时候 你就要变得 很会管理自己 对 我刚刚听起来啊 我就觉得说 那个free啊 那个自由 其实是来自很 就像你说 很严谨的 自律这件事 你必须要先自律 对 才会有自由 对 就是 你有多自律 你就多自律 对对对 我还不够自律 所以我得不到自由 我会去反省一下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自由 并不是真的 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今天 这一集 其实也是要让 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 想要尝试 另外一种工作形态 嗯 你不想要做in-house 你想要自己出来 接案也好 或是你可能 远距工作也好 嗯 你都必须要学会 管理自己的时间 对 因为你是 你是你人生的主人 哈哈 我们来宾又受不了了 所以说 不要再来了 不要再来 你们来 去我多久 哈哈 是真的啦 从头到尾 你就是你人生的主人啊 对 你是你金钱 时间的规划者 对啊 对啊 这个 这个是事实啊 嗯 嗯 但是我觉得 讲到时间管理 其实我后来有一个 蛮有趣的体悟 就是在这一段 我在台湾的这段时间 非常非常非常的忙 我知道 然后我就有一点点觉得 我以前讲的那些 时间管理的工具 好像没有那么适用了 为什么为什么 就真的事情太多 塞不下了 对 所以你 我讲过什么 90分钟工作法啊 有什么331工作法啊 其实我都是以前用过 然后我都觉得很好用 所以我才会这么推荐 但是当事情 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再厉害的工具 都不管用 那怎么办 捡事情 不需要做那么多事情 捡事情 可以挑事情做 我觉得这是 身为自由接案者 或者是自顾着 自己创业的人的 一个优势 所以你今天如果讲说 嗯 创业啊 或者是当自由工作者 真的很好吗 嗯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 好就好在这 好就好在你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不做 对 没错 没错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 事情出现在你面前 你可以真的很仔细 记得去问自己说 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吗 就这件事情是 真的真的一定要做吗 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是老板交付你 你没有这个机会去想 那那我想问 我想问 嗯 就是减事情啊 有两种减法 一种真的是 把事情减少 嗯 另外一种是 不要把自己要求到 这么完美 嗯 那对肉依来说 你会怎么去区分 这样 因为有对我来说 嗯 我有时候会不晓得 我到底是要把事情 减少 维持我的品质 你要做十件 六十分的事情 还是只做三件 九十分 一百分的事情 可以都试试看啊 有一定要选吗 就是如果说 你今天的时间 只有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 挑几件 可以做到一百分的事 然后也挑几件 可以做到六十分的事 所以例如说五件九十分 两件四十分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这算盘怎么算呢 我随便算的啊 我认为 很多时候啊我也会 陷入像这种的二选一的选择体当中 对啊我到底要只有三件 但是可以全部都做到一百分 还是呢我多做一点 那品质的话呢就稍微将就一下 你的衡量的标准是从 钱 爱 跟意义去衡量吗 就是任何的工作来到你的面前 你自己的标准 应该会有一个filter吧 对 那个filter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啊 对嘛就是啊 因为他说工作必须要有钱 有爱有意义 就这三者是一定要 那哪一个 哪一个符合 那当然就优先挑选他去做 或者是说三者里面 通常只要有一个可以过 看你现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在寻找的是意义吗 就你可能钱已经比较不担心了 还是你现阶段是最缺钱这样子 所以还是回到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现在当好 而且每个阶段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 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为了热爱的事情 没有钱他也愿意做 很多人是这样子啊 艺术家呀 嗯 可是这样的 是啦 但是他就会很容易燃烧完自己 对啊 所以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了 对 就会需要钱了 对追求金钱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的 对啊 还是要生活啦 那请问一下就是 你之后啊 因为像现在你已经有一个虚拟的团队了 嗯 那目前虚拟的团队 方便问一下您现在的团队 大概规模多少人吗 加我有 大概四五个 嗯 那这样子的团队 据说都是在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 不同的国家都有嘛 对 在管理上面啊 你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我遇到一个蛮有趣的挑战是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 可以说是女性独有的挑战 嗯 都是女生吗 您的团队 没有我们有男生 嗯 但是我发现女生在找人 如果说你是创业家 你是女老板的话 我们很容易会一个不小心选到 nice but ineffective people 就是你感觉很对 你们很聊得来 然后你就觉得 耶 我们一拍即合这样子 嗯 时常有对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女生 其实可能男生也是啊 但是我觉得女性会特别在乎我们 磁场对不对 聊不了的来 对聊不了的来 然后只要觉得通常磁场一对 我们后面的工作就会all set 在我的经验里 我也很容易不小心会选到像是这样的一些工作伙伴 嗯 那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 而是你就会真的觉得 哦 这个人我选择他最大最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合得来 嗯 那后面呢我就有去重新检视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有纳入一些新的团队成员 不同的元素进来 对不同的元素 我就举个最实际的例子 我们最近就来了男生 嗯 然后这个新来的男生呢他很谨慎 影片简洁吗 不是 就是也是我们在做社群的 OK 他就是非常的认真 但是他人很严肃 不苟言笑的那一种 然后就是那种我可能平常会觉得跟你没有办法 正经八百 对正经八百不能拨乱 你懂吗 就那种感觉 不像新创团队会出现的那种 对啊到底谁选的 我选的 你选的 你刻意选一个跟他聊不来的 想试试看 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里面发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以看见这个人的价值 哦 就是他真的很震惊 然后他做事好像也比较拘谨一点 但是呢 他很细心 嗯 然后他脚步站得很稳 就是我跟我助理可能 你知道我现在排这么多事情 就是因为我会说 这个要不要 那个要不要 然后我助理就会说 好啊好啊 然后我们就一直塞 可雷儿小姐吗 对可雷儿小姐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怎么办 他是encourage你的 对对 就是他很support 然后我想要做什么 他都会说 如果你要我们就做 冲吧 对冲 然后他 他是你的油门 但你需要刹车 对我需要刹车 然后最近就是可雷儿就跟我说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油门也要坏掉了 不是油门踩到底也是会紧绷 对对对对 就紧绷了 转速上不去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男生呢 他就是那个会直接打开行事例 然后说不行 我们时间没办法急 排不下了 对 就是会很直接的讲 然后一开始 我需要调试的地方 就是我会觉得 呃 就是你直接拒绝我 对对对 尤其可能 一般而言 像我已经是非常free的人了 我觉得可能对于 比较有老板价值 就会说 就是你这样子反抗吗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企划 你为什么拒绝 还泼冷水 然后 不支持团队里面 想要冲 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换个角度想 我又觉得 可是我们确实需要 像你这样的人 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对他说的是事实 你懂吗 对 所以 你就是接不了了啊 对就是接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在 呃 这个不是只有远距工作 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一位创业家 你在找人才的时候 哪些人适合 哪些人不适合 倒是我自己在 这个小小的团队里面 学习到蛮多的事情 而且要找不同元素的人进来 也蛮挑战老板的啦 对啊 因为人本来就是 倾向物以类聚 志同道合啊 臭味相投嘛 对 我觉得跟你有缘 我就会觉得 哎你好像可以为我所用 结果呢 吸引到的都是同个元素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就大家一起过劳啊 就是啊 如果一群工作狂 对啊就是 对 然后大家一起 那个没有生活 只有工作 好像也不行 就是要适时的去欣赏 跟你很不一样的人 对要学的去欣赏 因为他就是来跟你互补的啊 一个团队里面还是要有多元化的人啦 不一样元素 因为我记得 我之前老板有讲过 他其实会特别去挑 站在他队里面的 的member进来这个团队 因为他觉得一定要有天平的两端 才能平衡 是 对他是刻意去挑战在他队里面 就是跟他很不一样的 的想法观念什么的 对 但是当然核心价值观还是要一致 只是说 对 彼此的个性 跟形式作风很不同 思考的角度 对 会看得面一样 是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 如果拉回远距工作 虚拟的世界中 嗯 就是我跟我的助理 其实Claire就是 很随和 所以我说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 他都说 OK 好 但是呢 另外一个男生 他可能就是会说 你们这个东西 就是用Google是不够的 你们要用Notion 类似像这样子 嗯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系统的转变 嗯 而且改变的成本也很高 嗯 所以我觉得身为老板 就是你自己需要克服的是 可能要知道 什么时候要听 员工或者是伙伴的建议 什么时候 什么东西是你自己想要坚持的 嗯 或者是说 可不可以有一个折衷 有一个平衡 我觉得也也蛮重要的 是啊 因为最后拍板决定的还是老板啊 是 对 而且老板要负全责啊 对 对 是最后负责任的了 然后要负责任 对啊 对啊 我很好奇 伙伴还在磨合中吗 他到职多久了 呃 其实他一直都是坚持 然后我们是最近才把它纳入全职 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是 现在算是磨得还不错耶 嗯 是磨得还不错 就觉得 哦 我懂你了 我大概知道你的tempo 大概知道你的语气 跟你的氛围了 造到过头点 也是你包容力很够啊 嗯 对啊 真的要去 老板可以 对 这么聊不来的人 你还可以看到他的价值 所以就是一种学习 是 就真的像你说的 懂得 去学着欣赏 嗯 这个人的特质吧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在职压诊所里面有蛮多的求职者 哦 跟网友 他对于斜杠啊 或是呃 自由接案啊 或远去工作有一些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哦 这边就代替这些网友来跟Zoe发问一下 我们有一位网友呢 他说他自己呢 是具备斜杠型的特质 要如何找到年薪两百万的工作呢 所以他是不是对于这个呃 斜杠工作的收入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目标 因为在他职压诊所里面的分享里面看到他目前的薪资是年薪大概一百万多一点点 他有这个工程师资讯的背景 也有管理的能力 也有数位行销的能力哦 对那他希望呢 要怎么样可以透过斜杠 然后累积到他想要的收入 不知道Zoe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呢 我觉得这个绝对可以啊 因为他听起来还蛮全能的耶 就是会策划 然后又会拟定未来方针 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很适合找顾问啊 顾问吗 对顾问 我有一个建议是 很多人出来接案呢 会一个不小心把自己局限在那个某一种商业模式里面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以前可能会觉得我是设计师 所以呢我就只会做图 但是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例如呢 我还是可以接设计案 我这个东西如果不会做 例如开始要做到coding了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媒合啊 我可以介绍我身边会coding的朋友给这位业主 我可以抽成啊 OK 就是 你变重见 我可以变重见 那如果说 今天呢 有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package 我甚至呢 也可以做一些整合性的东西 就是你今天 我帮你网页都设计好 而且网页就是都做完了 那你会不会想要进一步 去行销你的网站 去行销你的商品 可是那是因为 你本来也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这个人看起来也有啊 但是 你怎么会 会这么多东西啊 我在旅游公司的那段期间 其实我不是设计组 我是内容规划 编辑啊 旅游编辑 对 有这样的经验 对 所以就是有经验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也很感谢 那时候的主管 他就是有带你 然后去了解去看 所以等于说 你那个时候 不论是建立兴趣 还是建立弟子 都有 那如果这个东西 嗯 后续 我是决定想要继续生根的 所以才开始做更多的自学 嗯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职业阶段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去 踏入 或者是说多了解 嗯 这种不同产业的形式 不然很容易 就是你是设计师 你会的就只是网页 可是你知道 你的业主绝对不是 只要网页设计而已 他想要知道客人怎么来 他想要知道商品 嗯 那客人是不是会喜欢 所以 如果今天呢 这位网友 他是 对于自己的年薪 有一个程度上的期望 嗯 那要多一点商业模式哦 就是 可以 让自己有多种赚钱的 对啊 就商模 嗯 而不是只有他本业的一个工作技能啦 可能往前往后延伸的 他都要懂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因为他其实就是有工程师背景 这已经是一块了 然后又会解析 报表 报表 对 数字解读 分析 嗯 这也是一块 然后又会做 未来的 planning 就是planning 这是顾问的那一块了 策略 strategize的这些 好像都可以分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嗯 然后这些事情可以有不同的pricing啊 可以有不同的package 甚至就是你可以再帮你的 如果说有谈到的话 再帮你的客户加码 就是哎 我除了帮你做分析之外呢 我也可以帮你拟定未来的策略 所以自己要很勤劳 然后要愿意要 愿意帮他们设计 而且主要是他自己的商模啦 他自己收入的方式 除了现在在公司里面 卖时间之外 他可能要卖其他的know how 对啊 他的专业 对啊 而且就是除了找顾客之外 to be to see都可以想一下 能不能够当讲师 哦 能不能够就是 啊对耶 信心条路 对啊对啊 能不能够做一些其他的 不同的渠道的拓展 可以 可以去想想看 好哦 谢谢Zoe 那也希望这位朋友呢 能够听我们这一集 Zoe有给你非常具体的建议哦 那另外一位网友呢 他在指押诊所上面提问呢 他说他想要离职 自由接案 为创业 当SOHO族 不知道在台湾可行吗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位网友的背景哦 他是一位行销企划 研究所毕业之后就到 台湾某上市公司 工作 那目前刚好满五年 那他现在觉得 他想要去外面看一看 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那最近呢 因为接触到 freelancer这个概念啊 也看了很多自由接案啊 SOHO啊 网络创业 为创业 数位游牧者 我确定他有听你的节目 有 之类的分享哦 整个欲罢不能 觉得这种超自由的工作模式 也太适合他了吧 可是呢 他觉得 在这样子的一个 呃 工作形态 好像在台湾 蛮少见的 似乎在国外比较盛行 那他想请教的是 如果想要以台湾为根基 开始挑战 自由接案 个人网络为创业的话 事前有 需要考量哪些重点 做什么样的准备 是不是要累积 一定相关的人脉 才有机会接到案子 养活自己呢 我觉得 这位网友提到说 是不是国外比较盛行 我觉得几年前是 那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台湾也超级无敌流行的 完完全全都可以去做啊 不用太担心 但是如果要做 什么样的准备的话 我还蛮推荐 可以读一下 那个史蒂芬科威的书诶 有一本书叫做 《与成功有约》 你有没有听过 有 《与成功有约》 高校人士的七个习惯 成长行星 太一 中为始 对呀 什么双赢思维啊 各式这样 你就可以去读一下 然后七个要点里面的 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 所以如果说 你真的想要做 freelancing的话 你一定要主动积极 就是这是一个 你本身需要 有的原厂设定 你才可以说 真的这样子养活自己 不然 对啊 我们一定是要有人脉 一定是要有案子 才会有钱进来嘛 那没有怎么办 主动积极啊 去找啊 就主动积极啊 而且天道酬勤啊 对啊 而且重点是说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我如果没有人脉的话 还会有机会吗 同样的 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它有点是你在等待 你就是被动的等 可是主动出级 它是一个工作职责之一 就像是我以前在坐 左边插水间的时候啊 我会有一个东西叫主题日 然后我可能星期一 会一定播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找机会 找厂商 我的节目也才刚做 没有什么人听 但是我就是会去找说 我可不可以做联盟行销 可不可以推荐书籍 我有没有那种小的品牌 或许它还不愿意给我钱 但是我可以帮它 例如说 推广它的耳机啊 推广它的什么东西啊 愿不愿意这样来试试看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真的会 首先去找 找完之后呢 我会拟定一个 email的公版 就是template 然后我会 一一的寄信去问 所以我会寻找窗口 然后我可能还会 写文章 然后我会寻找 哪一些平台 适合 让我投放 你根本兼广告AE 对啊 你就是你节目的广告AE 我觉得有点颠覆我的想象 我原本以为 自由创作者 大部分都是会 创作为 创作在那边 然后等大家来 没有 我跟你说 这样的事情我做过 我以前有在写旅游部落格 然后没有成绩啊 就是因为我就写完了 就这样啊 就放在那边 对啊 我就写了 不懂得卖自己 对不对 对啊 花太多时间创作 太少时间行销了 就这样子 你有说到啊 行销的比例应该要占七成 对 至少 至少 其实创作三成行销要七成 你创作一集 你要花比它两倍的时间 去行销它 对 就是这样做起来 反而要更努力行销 不然谁知道 你的电开在暗像里 真的啊 而且重点是 很多人会因此而自我怀疑 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我的节目没人听 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人家单纯不知道你的存在而已 所以行销很重要 超重要的 赶快讲给我们家行销企划听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边呼吁一下 呼吁一下 有在听职牙诊所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记得不要吝啬在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和留言 我们会非常非常谢谢你的鼓励哦 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Zoe说呢 创作占百分之三十 行销占百分之七十 我们就靠你们了 靠大家了 拜托大家了 这是重要的事情啦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真的有帮助你的话 我也是很真诚的啦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还好普通 我也没有一定要你按赞或怎么样的 可是如果既然你认为你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话 那就动动你的手指头 是 对你可以先去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 再回来继续听下去哦 所以主动积极呢 就是拓展业务 拓展自己的这个branding 一个最重要基本的条件 而且这样才可以比较稳定 稳定的话 你才比较好去预估你的营收 稳定的营收才可以比较好 去做后续的财务规划 所以一开始脸皮一定要够厚 要厚 那有人天生脸皮薄怎么办 它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个人品牌 我觉得不会说不适合 而是要去找到克服的方式 像是我自己有套课程叫做Brain Your Life 然后我里面就是在讲个人品牌 我其实还蛮鼓励所有人来试试看 做自媒体的原因 是因为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自己适合什么跟不适合什么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 我原先想说我是一个 很适合抛头露面的人 我适合单打独斗 结果后来发现 我其实还原来比较适合团体战 有的人可能就会 我就是脸皮薄 我内向着 我根本就不想要露脸什么什么的 也有一些学生 他可能是透过真的做得不错 亲友介绍 朋友这样子口碑 一个传一个 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财务自由 是一样的道理 很多人都会觉得财务自由 很困难吧 我要到什么样的时间点 我才可以财富自由 但是最重要财富自由的定义是说 你不用工作 就有足够的现金流 去cover你每个月的开销 所以你需要先知道的是 你每个月的开销要多少 那这个东西如果说可以降低一点 减少一些开销 减少一点 你就不用很多很多钱 你才能财富自由 所以这个就跟出去做freelancer 是一样的道理 跟你欲望有关 对啊 所以慢慢先去知道 你的财务 可能平常需要花多少钱 预算是什么 然后去思考说 我能不能够赚到 可能这个的两倍 那你的目标就出来了吗 就是大家 那个自己的生活 想要达成什么样的基本条件 每个人的标准不同 对 但是并不是说 你一定都不能取舍 对 对不对 大家先别走 我们下一集继续讨论哦 如果你喜欢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别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和留言 假如你有更多问题想要问 欢迎到植牙诊所来发问哦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欢迎你投稿想听的主题给我们 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Podcast频道 和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